胡歌的恋情一直都是很神秘的,虽然之前在拍戏的时候传出过一些绯闻,像和王小晨、林依晨等,但是都是没有承认过的。 而且现在胡歌也是经常性的被本次吹欢,也是上了热搜榜前时了,而承认过的也是只有薛嘉宁与江树颖,最后都已分手告终,也是让本次很不解。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被问被问薛嘉宁求复合会不会同意,胡歌回答五个字,网友,难以置信对于薛嘉宁和胡歌的那段恋情,其实可以说是两人为彼此陪伴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,即便是到后来老胡因为开心毁容了,薛嘉宁还是一直陪在他的身边,照顾他,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,而且一年多的时间,都已经尽力了。 那么多,以至于在后来分手的时候,不只是老胡接受不了,就连本次以及旁人都觉得很可惜,后来和江树颖也是没有维持多久,所以现在老胡将重心都铺在了工作上也让人很心疼,老胡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,很多人也表示胡歌是自己觉得混容了,但是也特别帅的一位男神,虽然因为这个原因自己休闲了很长一段时间, 同样照顾他的薛嘉宁也是如此,感觉因为这场车祸就已经能看出两人的感情比钢铁还硬了。 胡歌每次在节目中谈到他都是落泪,表示自己很对不起他,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,但是对于老胡的感情,他不想过多的去解释,我们当然也是要尊重的。 况且更多的人是想看到再去,中放飞自己的他,薛嘉宁和胡歌的恋情,不仅是在两人心中都留下了疤痕,同时在大家的心中也是一个疙瘩,可能是因为觉得老胡始终放不下吧,现在也是没有在找。 而在节目中胡歌被问到薛嘉宁主动求复和会不会同意,胡歌也是一度的停顿与尴尬,可能在他自己看来这个问题,还是有点唐突了。 但是思考过后的老胡也是做出了回应,他说出的五个字,竟然是他应该不会,这几个字也是能看出很多的内容呢,这或许是对他们彼此的了解,而且听老胡的口气还是没有完全忘掉的。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可能与不可能,也希望他们俩都能尽快的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幸福,大家怎么看呢? 感谢观看